像我這樣我覺得 一定要我打高端的話 我們今天就是把它算出來 不如我就飛去巴拉圭好了 因為1萬美金 大概是30萬 27萬到30嘛 今天我就稍微算了一下 現在機票還正便宜了 雖然轉機可能要轉到三次 49個小時 你才能飛到巴拉圭 可是你看來回機票才69萬 算你7萬好了 7萬多8萬好了 扣一扣你還可以拿個20萬左右 所以說大家會覺得說 好像去巴拉圭去當人體試驗 反正你總要當人體試驗的 你留在台灣 不如去巴拉圭當比較好 那個0比較多 對啊 這個好像大家可以想一想 是不是有這個算盤播一播 但是我們在講說 陳時中終於講實話了 原本大家講說 這個高端你後來 讓大家都登記完了之後 然後讓大家都簽了 這個延伸性受試之後 然後再說有延面神經麻痺 然後就有記者問他說 那高端簡介怎麼沒寫保護力 那這時候他就講了 因為沒有做第三期 所以不能伸出保護力的資料 那到底我們現在打的是要打什麼 打心酸的嗎 王任賢自己有講說 這理論上你都在EUA之前 你就要做一些疫苗的保護力 你把老百姓來當白老鼠 其實我就想那現在在打高端的這些人 然後陳時中衛福部長指揮官就告訴你 我不知道保護力變成是薛丁格的疫苗 他可能保護力介於有跟沒有之間 那我們到底打了是什麼 打了之後沒有效之後 我要再去打其他的疫苗嗎 我可以優先去排嗎 那到底會不會互賜也不知道 這就是兩手一攤就告訴你 他就三期沒做就沒保護力 可是呢可是你決定就讓他上架了 對啊 所以你覺得如果沒有正確的保護力 甚至啦我們退一萬步想 萬一他真的保護力很差或者是零 如果第二季打BNT 請問一下零加94% 你到時候不就有保護力了嗎 所以還是靠第二季 那我幹嘛要打第一季 你又不知道第一季有沒有 就猜猜看嘛 你賭一下這樣子 沒有第一季根本就是打給你爽的嘛 不是啊打給我爽 沒有不見得爽 因為我們剛才講還會有 顏面人間失調的問題啊 太棒了 有保護力知不知道不知道 但是知道會有副作用 對 請問一下 有什麼理由你會打高端 就柯文哲講大白話啊 除了愛國也有我想不到第二個了 愛黨啦 愛黨這還不是愛國喔 這愛黨 諸葛春夫 還特別跟大家講EUA的標準 不好意思 因為我這個快沒變了 快沒電了 不好意思 EUA的標準是什麼 情況危急且無可用疫苗 EUA的標準 不要再吵來吵去了 EUA不是一個名詞 不是一個什麼審驗插禍不是 它的原則叫 情況危急且無可用疫苗 來我們分段來看 請問一下情況多危急 請問一下情況有多危急 他算給你聽 7月18號那一天過的 7月18號那一行 打XX那一行大家看到嗎 7月18號那天過的 也就是EUA那天過是很危急嘛對不對 對 你知道7月18號那天病例有多少 有多少我忘了 18個人 18個人 你要記得7月18號是那個時段的低點 對啊對啊 應該是前面幾百人幾百人 已經降下來了 諸葛春夫這位寫作專 寫作家他說 我還以為是1800人呢 多危急啊 情況多危急 18個人 再來無可用疫苗 我們現在是無可用疫苗嗎 我們現在是有很多疫苗 但是政府買不夠 讓我們搭搭搭搭 到後面打不夠 郭董 是 台積店 不到兩個月就可以買到1500萬 1000萬劑了 請問一下無可用疫苗 嗯 你是不想買疫苗而已吧 對啊 所以這一段 大家也可以再去看一下 你就可以知道 你有沒有機會打到BNT 你只有一個選擇啦 就是高端 那裡面呢 剛剛有人說 叫羅爾茲不要去宣導大家打高端 我哪一句話講大家打高端 對啊 大家怎麼聽到高端 都覺得我們在宣導打高端 我要跟大家講 你沒有疫苗可以打 現在就是不夠 你去看就知道了 1500萬一堆人抱著希望 因為1500萬在我們的 貧窮限制了我們的想法 覺得好像好多喔 我怎麼打不到 到時候我就等BNT 他算給你聽了啊 年輕人加 混打 沒了 你沒有就是沒有 250加840萬 等於超過1000萬 郭董加台積電的你沒份 多出來這100萬 然後你等一下跟高端的100萬再加 然後再加上第二劑的 300多萬 500的第二個 那個持劑的也快沒了 你每個人去搶那幾十萬支BNT吧 你搶得到 對這就跟我們常常在學著說 疫苗感覺一直來一直來源源不絕 然後這個民藏政府真的告訴我們是源源不絕的來 然後同時現實政府告訴你 你疫苗沒了打不夠了 然後同時又告訴我們說 高端的內部紀錄又告訴我們說 我們疫苗不夠 所以我們現在要高端 到底哪個是真的 哪一個是真的 全都是假的 從頭到尾玩給你看 這裡一個生技業者 他有投資一些生技股 我自己喜歡在那邊工作 我不是投資 生技業者 那我正好要問到說 今天 這個我簽台北市的郝龍斌 去按鈴申告 就是EUA這個事情 或高端這個事情 我也看到民進黨的出來 就是那個黃定穎律師就說 你們告錯了 說這只有生技業者是厲害關心人才可以告 他們身份不符合 那個厲害關心人是不是 那應該是我去告 你去告 這關心全民的事情 你高端怎麼會不是 我們怎麼不會是厲害關心人 我告訴你 每個人都是厲害關心人 因為高端不知道 會打在誰的身體裡 今天還講說 那一些這個出現一些實驗 出現什麼顏面神經麻痺啊 這種情況 如果今天打疫苗 打下去顏面神經麻痺 哇嚇壞了 因為麻痺之後 你不知道什麼時候會恢復 第二個 那你陳時中昨天講話 更好笑 他說這個做蛋糕啊 對我NG的時候 那很話是這個疫苗 各位啊 NG蛋糕可以吃啊 NG疫苗不能打 NG蛋糕便宜賣啊 但是NG疫苗打到人裡面 是會受傷害啊 所以我覺得這個陳時中 把這個疫苗的事情啊 當成一個 好像一般商品的買賣 就好像菜市場買蛋糕 買這個雞腿 今天買不到 明天再來買 我覺得態度非常非常的 惡劣 我認為是惡劣 不是不對 我認為是惡劣喔 你一定要把人民當成兒戲吧 把人民當成你達成政治目的的工具 第三個在社會上學界 專業者有意見的時候 你不但不去 不去重視他們的意見 你反而都出動網軍 然後用政治語言去做攻擊 那郝龍斌 大家知道郝龍斌他以前 是做台大食品科學的 叫他的專長 這次我剛剛的生物這方面 也算他的一個專長 只是他做從政那麼久 大家有點忘記了 他的夫人高朗仙教授 是陽明大學的藥學系的教授 所以他對這方面是有 是有專業背景知識的 所以他這個時候提出這個暫停 要求行政暫停 來通過他的EUA 我認為是有他的道理啦 那我正在講很多的長輩 我們這兩天接到電話 記得前一波預約 假設我要預約AZ 那後來呢我沒辦法打 或者讓當天miss掉 或是我想改 我重新再預約 對不起預約無門 打了很多電話 區公所市政府 這個什麼1922相關的 都說兔槍推來推去 他很多的長輩沒辦法改 真的沒辦法改 有的還要透過這個朋友 去問你其實有沒有殘劑 所以我覺得我們的疫苗政策 一日三變 你不要說一般民眾搞不懂 我每天看新聞都搞不懂 那到每天是要遞幾類 沒有每天這個是 真的非常仔細的看 然後我們都接到很多的 那個民眾打電話來說 欸議員請問他在怎麼 我要怎麼預約 我要怎麼改 我要怎麼樣幫我的長輩改 然後改的問題是 有的是跑去區公所可以改 有的卻不能改 所以我們等於是 一國多次出現非常混亂的情況 那我是拜託我們衛福部 如果還有新的疫苗的話 如果還有 未來還有源源不絕的疫苗來的時候 把施打的順序還有如何施打 交給地方政府 拜託你不要再插手了 對而且我剛才想到一個很好玩 就是說 如果你總要打高端的 就是說有一群族群 就是被遺棄的族群 你總要打高端的 因為你沒有別的可以打的話 那不如你一樣比照巴拉圭嘛 你發給人家一萬塊 因為當你的三期試驗品 如果你同意 你覺得說 如果你總只能排到高端 然後但是你有一萬塊的話 你願意的話你幫我加一 另外如果你說 你這一萬塊我不要拿 然後我也不要打高端 我裡面這樣子 不要讓這個 沒有這個正確的效價 或是不知道它副作用 怎麼樣的疫苗打進去身體裡 你幫我加二 我來看看大家 到底哪一種 這個傾向比較多一點 不過我們剛才花了一段時間 在講說高端 從開始到現在為止 感覺就是 內幕重重 黑幕重重 那應該 總是要有一些機構去查吧 去了解吧 結果真的有機構開始要來查 這個有關疫情相關的事情 我們看到是 這個行政院的國家人權會 應該是政府的國家人權會 他最近要查 要查什麼 他要查我看一下 那十七十八年前的 SARS和平風怨風暴 人權會要來查了 他說這個 那時候可能有侵害人權 所以我們人權會 現在來做事情 不是啊 你現在高端 要讓我們人民打進去 這不是才 大家覺得說侵害人權 讓我們疫苗沒得選擇 這不是才侵害人權 就回過頭來 局解人權會主席 陳菊所領導的人權會 要來查SARS風暴 讓我感覺起來就是很多 之前有一些專家 可能是包括邱淑提 包括等等人 他有可能對疫情有一些指教 現在人權會是要來對你指教 說你再來對疫情有什麼批判 或是你再來對什麼疫苗 有什麼批判的話 我一個一個查 感覺起來是這樣子啊 那時候SARS好像是2003年到現在 18年了 所有的目標 這些綠營的目標是誰 一個是馬英九 一個是邱淑提 大家還記得嗎 就是針對他們兩個啊 然後所有的馬英九都不用講了 他已經執政13年了 這個不用講 這一定針對他的 邱淑提呢 邱淑提就是最近 最希望大家高端看清楚的專家 各位我說陳菊啊 你真的要去調查邱淑提之前 去看一看邱淑提是什麼樣的一個人 他在國際間的人格魅力 專業素養 還有全世界大家還記得嗎 英國在前一陣子說要解封了 結果所有的專家選手全封了 他們開了一個國際研討會 那個名稱我忘了 好像叫國際什麼感染什麼什麼 反正一個研討會 然後所謂研討會呢 派出幾個人 對英國首相強聲提出建言 那時候還上新聞 路透社各大媒體 甚至還專訪這幾位 提出建言的人 其中有一位 就叫做邱淑提 邱淑提直接對強聲提出建言 那時候這個研討會完之後 派出三個人 其中一個就是邱淑提 邱淑提被這整個國際型研討會 被他賦予使命 幫我們跟強聲所提出建言 我沒有聽錯 所以他在國際的一個舞台上 然後對英國的強聲提出建言 你知道邱淑提 邱署長 在整個公衛 還有其他的很多的協會上面 尤其WHO其中有一個 署長對不起我忘了 他剛剛跟我講的 有一個單位是史上第一個 而且他是成立以來第一個理事長 到現在他都還是榮譽 WHO裡面的喔 第一個台灣的華人理事長 到現在都還是被供在那個地方的 因為他是第一個 再加上這個研討會 也是請邱署長去 然後邱署長講完之後 國際媒體認為邱署長的論點最好 然後把他引用路透社先跟大量的報導 強聲才開始 蛤 真的是這樣 連強聲都把邱署長的建議 看在眼裡面了 請問一下我們的人權 你要出征人家什麼 你要調查人家什麼 你要真的從洋媚外 人家邱署長已經是 人家英國首相在看他的報告 跟他的建言 在討論事情的 我們台灣是把這樣子的人 當作出征對象 每天對他的建言 又辱罵又騷擾 然後現在 SARS和平封願這麼多年來 你就是說台北市衛生局長 當年的邱局長 一直說就是封願 造成的這個就是封願 就是封願 徒醒澤這一些人 這麼多年來 也就是把所有責任都歸給他 就覺得封願是一個錯誤的 請問一下當年如果沒有這樣子 救得了這麼多人嗎 救不了 到現在所有的調查報告 全部都指向當初是對的 雖然有可異之處 但是那個時代 請問一下是現在嗎 更何況現在應該調查的是誰 3加11 比邱淑提的封願 更應該要被人家檢討 這個是現在進行 是正在發生的事情 這侵害我們人民 身體健康的人權的問題 他不管 他管到18年前的舊帳 這不是很離譜嗎 是啊 你查什麼 我跟你講當年 其中就有一個原因 就是我不知道你還記不記得 當年你跑新聞 你有沒有知道 沒有我還小 我那時候還在唸書 有志哥在跑新聞的時候 有志哥人權遭到侵犯 不講了 不講了 不要這樣子 我也是以後會被人家這樣 是霸凌的 好說回來 當初這個案子 我相信你一定有看過 當初和平醫院 其中有一個原因 大家記不記得 那個共通的糞管 然後流到地下室去 然後因為有一個清潔人員 其中有的是清潔人員 清潔婦大家記不記得 因為他染疫 然後到病房裡面去巡 巡完之後傳染給病人 然後病人因為腹瀉 那時候沒有腹瀉 把它列在SARS的病例 的那個症狀裡面 所以呢就讓他爬爬罩 醫生也中了 後來一個醫生因為這樣陣亡了 就是因為那個清潔婦 因為地下的那個 大家混在一起 所以那時候的檢討就是 以後要分艙分流 就是這樣來的 那現在的分艙分流 就是因為那個時候 所有衣服沾在地下室 你怎麼 很多人看過地下的那個 包括旅館啊那些 丟在地下室 常常會放在地上 或者是你就算掛在 那個綠色的那個 收衣的箱子旁邊 有些還會流出來 你去摸了什麼都不知道 那個地方是最髒的 後來就檢討了 為什麼會造成這樣 那以後這一棟 乾淨的A棟跟B棟 大家都記得 和平醫院那時候還有 A棟跟B棟 A棟是乾淨的 B棟是污染的 不可以再碰在一起了 大家一定要分艙分流 後來進而經過上千場的研討會 訂出了綠區黃區跟紅區 就是因為這個來的 現在之後的這個防疫措施 就是當年 就是因為這個來的 碰到了之後你才會學習嘛 所以邱署長那時候的決定 是在毫無教科書 毫無潛力可循的狀況之下 做出了一個 最能夠救人命的決定 後來的調查也都認為 這樣子是不可避免的 除了這個方法 請問在場的學者 有沒有人提出第二個方法 很多人都提出 可能只能這樣 可是邱署長的決定 至少要是我 我也會這麼決定 所以大家對於那樣子的研討會 上千場以來 沒有人要出征邱署提署長 所以現在他在世界的 WHO衛生組織 還有世界的任何的公衛感染 他是非常有一尊之位的 所以他才能夠在那個研討會上面 對於英國要解封提出建言 他英國的BBC 說的報導邱俗提 大家現在去Google 我如果講錯話 我隨便你們 去Google邱俗提 英國首相 這麼樣的一位專家 我們現在要用 人權委員會來調查他 你還有沒有良心啊 你還有沒有良心 台灣一定要被這些是非藍綠搞到如此 劍拔弩張的地步嗎 你先去看看邱俗提是什麼樣的人 你再來決定 陳舉什麼叫人權 是保障每一個專家跟非專家 泛夫走足到有權力的皇宮貴族 那才叫做保障人權 不是你以為的人權就是人權 你把邱俗提的人權放在哪裡 這麼多年他背的這些黑鍋還不夠 他沒有辦法跟大家講 是因為他沒有媒體資源 就算來中天講 就算來中天講 一句話兩句話 可是鋪天蓋地的1450 一直醜化邱俗提 大家平心盡氣 我也希望所有人 不管綠的藍的所有媒體記者 你們自己想一想 尤其你們跟我一樣 跑過二十三四年的新聞 都經歷過那一場 到現在你有沒有用功的 把整個紀錄看過一次 為了要這一場 為了這一陣 我們大家所有人 都看過三四份以上的報告了 所以我才能夠講出 這些來龍去脈跟經過 請問你們自以批評的人 有看過嗎 有真心的去把整個 和平議員到現在 整個發生的經過 跟現在做連結嗎 當初的狀況就是分艙分流 結果十幾年 二十七年後 諾富特竟然還可以混居 這個不是才應該要查的嗎 才現在應該要查的 歷經了上萬場的 學術醫學研討會 連邱俗提都被調查 然後被人家整個這樣 得出的結果 就是為了不要犯同樣的錯嘛 請問一下 為什麼陳時中 你要再犯同樣的錯 為什麼桃園 你還犯同樣的錯 難道這上萬份的報告 你們都沒看過嗎 桃園沒有衛生局長 有啊 有吧 有啊 為什麼你還犯同樣的錯 那衛生局長為什麼不用被辦 二十年 十七年的教訓 你沒有學乖 不用進人權委員會去辦 十七年前 用自己僅有的能力 然後救了很多的人 現在要被人權委員辦 你有沒有良心啊 我真的覺得台灣真的是 自非不分到一個地步 因為資訊不對等嘛 對 大家說不到消息 只是 秋淑梯啊 他就是一個元凶 殺人魔 輕易的把標籤灌上去 他就死了 是 大家聽我講完之後 去把秋淑梯三個字 好好的看二十條新聞就好了 你就知道秋淑梯這十七年來在幹什麼 在國際間 他的地位是何等崇高 結果你們把他當妖魔鬼怪一樣 在獵巫啊 許甫你覺得你看得下去嗎 不過我們回頭去講到這件事情 陳其邁或是林青龍 他不是第一次 我記得有這個上次 在打疫苗的時候 陳其邁就不是現場就標罵 什麼衛生局的官員 你們怎麼樣怎麼樣怎麼樣 我覺得現在感覺起來 很會用這一套 就是我就是標狠話罵官員 好像代表說我這個領導者很有威信 不對啊 可是這些事情就是你領導長期 螺絲鬆了才是這樣的狀況 然後你現在跳出來好像 跟我們一樣是市井小民罵你們這些政府官員 真的無能怎麼樣怎麼樣等等 就只會震怒 甚至前面之前還有一件事情 也很好笑就是說 也不能說好笑 我覺得蠻慘的 就是一個女子 因為下雨天的時候 她被碰到電線觸電 那時候大家就一查 韓國瑜時代的工程啊 害了她觸電啊 然後陳其邁還說 協助家屬爭取國賠 都感覺起來 你本來就是主事者 你要負責責任 他都跳出來變成旁觀者 然後告訴你說這些官員可惡 這些韓國瑜可惡 來我來幫你 這看起來好像就不關自己的事啊 第一齊邁 我跟你講老朋友了啦 我跟他已經是快20年的老朋友 我跟你講 你要怎麼收穫就怎麼栽啊 這個就是你淵淵相報 你之前怎麼取得你的政權 你就要把你曾經答應過的事情要做好 你怎麼罵韓國瑜 你就要把韓國瑜被你罵的 做到滴水不漏密不透風 而且讓人家沒得挑 要不然你當初罵那麼兇在罵什麼 這是合理的 天經地義 不要說什麼韓國瑜已經過去了 韓國瑜既然已經過去了 你現在拿他過去的事情 又來講了 我先講啦 這個觸電事件 我相信做過公務員的 大家應該都知道 這未來喔 你說韓國 韓市府會不會有責任 絕對會有 比例原則 在法庭上一定有比例原則 因為這個標案 確實在韓國瑜的任內發包的 而且這個包商 他確實在接電的過程裡面 地線跟那個線是沒有弄好的 那怎麼會驗收通過 這個不會一定他有責任 在法庭上如果爭取國賠 一定要有公務人員跳出來被人家 但是第一 絕對不會是韓國瑜 只不過是韓國瑜市府的 某一個比如說路登公務員管理處 某一個發包人員他要去負責任 當初你驗收的 那你的錯 所以國賠功過 那請問一下 既然是韓國瑜的誰誰誰 那陳其邁的誰誰誰誰 就沒責任了嗎 一年半了 你這些這個地方 那你來來回回 你也沒有在後續改善嗎 我不曉得路登公務員管理處 這些單位 是不是一年八個月 或者是兩年三年 路登床部檢查的 你不用再去做後續的維修 你也不用再去做後面的看 那都不用 完全都不用 那你賣市府應該也很鬆吧 你這一年都還 賣市府負責舉手就好了 對你只要負責舉手 我意思是你在法庭上 一定有得攻防了啦 你說我說韓國瑜任內的 路登公務員處的 某一個發包這個處長 一定有事 可是問題是 這麼一年八個月來 你的賣市府又做了什麼 法官一定會判你也有責任的啦 大家五時五時 也不用咕嗆鼻鼻鼻鼻 我覺得這是我對這個事情的看法 但是 我說實在的齁 齊邁的性格本來就是一個 因為他絕頂聰明 我真的要講啦 他腦筋動得非常非常的快 因為他快 所以他的幕僚 所以大家不常常會 爺爺山趕趕趕趕 他真的是這樣 就是他的幕僚真的很辛苦 他每次在想一個事情 他可以想到後面七八步 這是他厲害的地方 厲害 他真的是厲害 但是因為旁邊的人跟不上 他常常用的就是震怒 你怎麼跟不上我 我只能跟 起碼講 你知不知道韓國瑜的帶兵方法 如果大家去聽聽 韓國瑜的帶兵方法 你就知道為什麼 現在這些官員 沒辦法接受你的帶兵方法 韓國瑜是充分信任 鄭兆馨以前 我講這麼白了 鄭兆馨以前是 江啟成的辦公室主任 可是他做完韓國瑜的 新聞局長 的時候以後 你又發現鄭兆馨 你問志剛 鄭兆馨講到老闆的時候 他一定想 你說韓國瑜嗎 不是說他背叛江啟成 我意思是說 他會先覺得 因為韓市長充分授權給他 他很感念這個人 所以只要講到老闆 他說 你在說韓國瑜 我說江啟成 啊啊啊啊 你現在在害鄭兆馨嗎 澄清專線趕快打進來 我補充一下 有一次講 趙兆馨有一次跟我講 他說以前 然後這個新聞回應啊 他說都是要問韓國瑜說 我這樣回好不好 然後我這樣回 好不好 但是呢這個韓呢 對這個後面的完全授權 他說是先回應記者之後 韓國瑜他手機上看到 啊鄭兆馨這樣子回 但是也都OK 也都認可 所以他們後來 到了後期很多的這個 罷免攻防啊 因為 常常有新聞回應啊 所以趙兆馨就完全去扛這個責任 縱使有一兩句疏失 或是講漏了 講得不夠完整 但韓國瑜也不會去怪他 也不會怪他 所以看韓式的風格 基本上我用了你 我就相信你 然後你做的事情 有點小做 我就全部扛 對啊 那看起來就是 在領導統御上 韓國瑜帶過的這些官員 現在都還在市府嘛 那現在換了陳其邁 大家一定會不習慣嘛 所以其邁的性格 造成的現在的 政府官員一定鬆的 因為以前是充分授權 我做什麼 有一個韓市長在後面會屁股我 你就去做 啊犯錯了 韓市長就說 主要黨啊 他我已經授權了 他做得不錯啊 有什麼就怪我好啦 這樣子的長官 跟一個頭腦絕頂聰明 然後你覺得下面人 都會跟不上你 動不動就 為什麼不跟不上我 你覺得調適得過來嗎 所以我覺得 這是領導統一風格的問題 陳其邁要索緊 他就必須要自己很辛苦的 每個都去盯 可是問題是 你真的盯得好嗎 你上面還有政治壓力 你現在還有 還有二阿哥的保衛戰 你現在不是已經取代 鄭文燦了嗎 然後你還要選總統 對不對 好忙喔 很忙喔 燦燦很忙 燦燦也很忙 所以你看他在管高雄的時候 一定是兩姑糟糕 所以高雄現在做不好 我說實在是事實 沒有以前韓市長實在做得好 我個人以評論員的身分 我覺得這是事實 不要說因為 齊曼是我朋友 陳其邁不是做得爛 我覺得我也要很平良心講 他不是做得爛 只是因為他的性格 他來管高雄的時候會很辛苦 他的團隊也會因為這樣子 丟了這個 辣了這個 水沒做好 天坑沒弄好 我跟你講一定是我們放大檢視 因為你當初對韓國瑜是用 哈勃望遠鏡在看 哈勃望遠鏡 因為很遠的關係 然後用哈勃望遠鏡 沒有你又超級顯微鏡在看 我們現在只不過放大鏡看而已 你當初怎麼樣盯人家 你現在就要怎麼樣負責任回來 我覺得這個叫做天經地義 立刻訂閱中天電視 支持監督的力量在中天 中天新聞不會消失 機會更強大